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欢迎各位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的节目是由 《祥康九》独家冠名播出的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大家不要紧张 这种病只有男的可以得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专家也是男性 我们那个云端三位参加录制的嘉宾呢 也都是男性朋友 咱们先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于老师 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的欧阳老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树伟兄 李树伟 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呢 对于男性朋友来讲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先要从一位张大爷的一段经历开始讲解 65岁的张大爷 今年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当他拿到了体检结果时 却郁闷了 他发现其中一项叫PIC的指标升高了 上网一查 都说是得了前列腺癌 张大爷非常纳闷 平时也不疼不痒 怎么这PSA一高就是癌症了呢 看到这个结果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害怕癌症 那一听就五雷轰顶的感觉 那这个里面讲到PSA一高就癌症了 这PSA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我们今天云端的这三位 听说都做过这个检查 于老师 跟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 2015年的7月初吧 想做一个常规的体检 服务说 说现在你去不要查一个PSA 那时候第一次听说 做三个字母PSA 我说好吧 加上吧 一周报告出来以后 这个数值就是65.630 过了将近有一个月了 朋友一会儿吃饭 我提起这事了 其实当时我们中间有一位医生 一听说我的这个PSA的数值 他说 哎哟 你怎么不早说 立马你到这个大医院去再复查一遍 就去了这个大的医院 找了专家 就重新化验了PSA 结果达到100纳克 紧接着做了核四共振 和其他的检查 确定了 现在现在 有轻微的不转移 您今年 今年61 好嘞 谢谢您 那我们来问问这个欧阳先生 欧阳先生 您是怎么个机会 去做了这个PSA的检查呢 社区的这个医院呢 新来了这个验血的设备 医生比较熟 他就动员 我就说 你再做一个验 验个血 我就去验了一个 结果验出来PSA呢 就到了13点多 就诊断出是前列腺癌 而且不是早期 好 谢谢 谢谢您 那我们来问问那个 树伟先生 是这样 这个去年呀 我们家老爷子 查出来这个是前列腺癌 后来的人家大夫啊 说呀 这个病好像呢 这个遗传很多 后来呢 人家就建议我呀 也做一下吧 哎 幸好我这还不高 哎 没事 好嘞 谢谢 所以大家听到了 这个PSA 这个数值 和一种疾病 前列腺癌之间 有关系 这个PSA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来欢迎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密尿外科的杜鹏主任医师 欢迎杜医生 PSA是怎么回事 PSA呢 它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它是由前列腺上皮细胞 产生的一种蛋白 对了 那这个我们做了一个道具 为了更好的 更直观地给大家演示一下 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容器里边装的是水 比如说这个容器就是前列腺 假设 假设 这个气球里边装的是蓝末水 模拟它是前列腺上皮细胞 PSA呢 它是在细胞内 不会渗透到血液中 或者说只有极少量渗透到血液中 我们能检测到血液中 有PSA的话是比较少量 但是呢 如果这个前列腺上皮细胞 遭到破坏了 比如说炎症啊 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啊 或者是前列腺癌 把这个细胞给破坏掉以后 现在这个细胞我们要破坏它了 你看 它这种PSA呢 会渗透到 会漏到血液中 我们检测到血液中的PSA会升高 它只要不出来就没事 它一出来就说明有问题了 对 给我们提示一个信号 咱们得先追本溯源嘛 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基础性的科普 什么是前列腺 上帝是公平的 给男童子一个前列腺 给女童子一个子宫 这两个都和我们人类的生殖 繁衍有关系 这个红色的椭圆形的东西 像个橄榄球一样 是旁光 旁光 这是前列腺 长得像个栗子 栗子 对 正常成人男性前列腺的大小 就像个栗子大小 也就是这么大 对 它就长在膀胱的出口 尿道的起死部和直肠的前端 就长在这一个区域内 它是一个隐藏在盆底最深处的一个器官 摸也摸不着 可能也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但是问题是一旦出了问题了 就来了大事 坏事了 刚才还说到了 说PSA这个指标 可能能表达前列腺 甚至跟这个矮有关系 咱们来看看PSA化验的指标 我们三位嘉宾的来看一个 欧阳老师的是13.24 余老师的是大于100 另外一个老师的是0.9 您先跟我们讲讲这个正常指标 应该是多少 他们这都大了多少 正常指标经过研究 发现PSA4是一个界限 如果小于4的话 我们视为是一个正常的指标 如果大于4就出现异常了 大于4叫异常 对 那大于多少就说明它可能是癌变了呢 一般来说大于4就出现癌变的机会就多了 并不是 所有的指标并不是绝对的 所以我大于4就一定是癌 不一定 我小于4就没有癌的可能性吗 也不一定 但是呢4呢是它一个相对的这种 临界值 临界值 如果大于4是癌变的机会多 4到10之间是前列腺癌的可能性 大约是25% 如果10到20之间 那换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呢 大约是35% 这个风险就很高 就高了 随如PSA的增高的 它这种前列腺癌的风险越来越高 比如说大于20或者更高 像余老师的大于100 那它是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是50%以上 所以你看刚才杜主任讲的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提示大家 这项体检或者说检测这个指标很重要 会不会到您这儿来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 一看指标就已经很严重了 确实是 因为前列腺癌它有一个特点 没有任何症状 容易发生骨转移 有的人是因为骨骼疼痛了 冬天下雪 然后老人出门滑了一脚 一甩骨折了 骨折了 到咱们的医院一看 是前列腺癌骨转移 它骨头脆了 但这个时候已经到晚期了 到晚期了 很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现在只有30%的患者 是早期发现的 而70%的患者是发现就是中晚期了 很遗憾 那如果前列腺癌这个疾病 早期发现它的治疗效果怎么样 它的五年生存期大约是80% 那这个数字很不错 对对对 但是这和欧美国家还是有差距的 目前国际的水平怎么 国际的水平像美国 它的五年生存期应该是在95%以上 那如果单纯从数据的角度来看 前列腺癌的早期发现和治疗 会带来非常好的预后 没错 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我想杜主任今天来 是带着一点点遗憾和强烈的 这个呼吁来的 就是说告诉大家 治疗的效果非常好 一定要早去做检查 所以我们要来讲讲体检的这件事情 对 这个检查很简单吧 这个检查不复杂 首先比如说我们在抽血 常规的检查过程中 加一下PSA就行 就可以了 就可以 那然后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 对确实是 主持人 对 如果每人都做PSA的检查 是一种浪费 也没必要 还有一个呢 前列腺癌它本身发病呢 和年龄相关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 您给大家的建议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要 50岁 50岁以后 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是逐年增加的 对 那前边我们其实可以说 是一些基础性的知识 我们很重要的呼吁 对 当然我们今天其实云端 也有三位我们的嘉宾 跟我们一起在聊这个话题 我们先来问一问余老师 您当时检查出来 这个问题的时候 您的年龄是多大 56岁 那欧阳先生呢 63岁 63 朱伟兄 您刚才讲到 是因为家父有这样的问题 他的年龄是多大那时候 75岁 基本上都是中老年 对 就是50岁以后 是吧 50岁以后 所以这个是跟年龄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对 和年龄成正相关 50岁以后发病率逐年升高 从70岁到80岁这个年龄段 这个10年是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年龄段 70到80 对 整体人群当中 这个病的发病率是 是这样的 有人做过研究 前辈做过研究 就是80岁以后的男性 在去世以后 我们给他做一个前列腺的检查 发现80%的人 前列腺里边都有肿瘤细胞 都有小病灶 只不过这些小病灶呢 可能在他 有生之年代 他并没有发病 没有表现出来 没有表现出来 他就藏在那个地方 他确实是癌 但是没有引起症状 他可能对他的身体健康 没有影响 也不会影响他的寿命 那就是说 他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一个变化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 说只要一个男人活得足够长 他一定会患前列腺癌 虽然是个玩笑话 但是确实道出了一个真实的道理 他和年龄有很大关系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 非常重要的目的要告诉大家 对 对这个前列腺癌和年龄 是正相关 正相关 另外一点 我们今天请到三位嘉宾当中 我们注意到树伟兄 树伟兄年龄 47岁 现在正当青壮年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请到树伟兄 来做这期节目的嘉宾呢 我们刚才讲到 年龄和前列腺癌发病率 成正相关 那另外一个这种前列腺癌的危险因素 就是遗传 为什么刚才咱们树伟兄这个嘉宾 他47岁就要做PSA的筛查 刚才不是建议50岁以后才做吗 就是因为他家父有前列腺癌 这种病史 如果直系亲属中 有前列腺癌这种病史 那他的这种前列腺癌的筛查年龄 应该提前到45岁或者更早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直系亲属 就是父母兄弟姐妹 这就是一级直系亲属 像叔叔啊 鼠白兄弟 这就是二级直系亲属 如果家族中 有一个前列腺癌患者 就直系亲属 那前列腺癌的发病危险性 会增加一倍 对 三倍了 如果说有两位以上直系亲属 患前列腺癌的话 那他的这种发病危险 会增加五到十倍 五到十倍 所以建议就是 如果家族中有遗传病死的话 把前列腺癌的筛查年龄 提前到45岁 或者更早 所以我们换一种理解的方法 就是说 到医院直接做检查的是PSA指标 对对对 但是你得观察 比如说你周围所有的 你的直系男性亲属的身体健康 对 这其实是另外一种指标 没错 我们在采集病死的时候 有一项就是家族死 家族死 就是说 遗传是癌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重要的因素 问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问题 因为男性嘛 对对对 尤其是您刚刚讲到遗传又会那么重要 对对 您有没有真的接诊过 或者说临床看到 比如说父子都得这病 有 大约临床中有 真正有明确遗传病死的 是9% 曾经有到医院就诊的前列腺癌患者 然后他是弟兄三个 全是前列腺癌 我得认真地表扬一下 术伟兄 你的这个高度的重视是非常对的 这是害怕呀 接下来最重要的跟您聊的话题 今天请到杜主任 第一是呼吁大家做提前 第二 怎么样能够远离他 咱们不敢说不得他 对 对吧 他因为是个正常的机体的蜕变的过程 怎么样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让我们能尽量远离这个疾病 没错 来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话题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节目由祥康九独家冠名播出 怎么样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让我们能尽量远离这个疾病 没错 来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话题 来 咱们看看图片 再给您提个醒 您看能不能猜出来 来 这里有三张图 第一张图 红烧肉 这个好 好吃 好吃 皮酥肉烂 这个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入口即化 红烧肉 第二张 鸭油 我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吃 像我们这个爱做饭的人 还得专门到人家一些个烤鸭店 他有专门卖这鸭油的 有卖鸭油 有 然后干什么呢 是拿回去烙饼的时候 鸭油烙饼 然后你比如说你把吃完烤鸭 把这鸭架拿回去 白菜豆腐鸭架汤 然后瓦上换一勺这鸭油 葱花 这 得再放点粉丝就更香了 对 第三个 我们先看图 不说原因 第三个 第三个 这个口香糖 口香糖不太理解 咱们请三位来说一说 好 咱们来各自认领一下 那个 红烧肉哪位认领一下 跟我们解释一下 好 余老师您来说 这个红烧肉啊 我平常一个月啊 不吃一回吧 老惦记它 所以说一个月吧 能吃上这么一两回 而且都是我自己做的 有时候别人做了红烧肉啊 我还不太喜欢吃 对我口味 我知道这个东西吃多了 吃多了是高脂肪的东西 对身体不好 但是时间久了不吃吧 是劳 响了 对 就得吃上一回 对 就胃里边有个残酥 对对对 还有吃得满嘴 留油 那是舒服 好 明白了 谢谢 谢谢您 红烧肉啊 尤其是大家知道 这东坡肉 东坡肉 对 红烧肉 宋代以后 中国人慢慢开始转变 从吃牛羊肉 转变成吃这个猪肉 对 这个哈佳 这红烧肉就基本 从东北到海南 我看 基本都有 都吃 好 红烧肉啊 这个先放一放 然后这个鸭油 是哪个鸭油是哪位认领 我来我来 火小家伙 您这是怎么吃 您就是我说的那个 上街专门买鸭油 会烙饼吧 鸭油呢 我是买了鸭子之后 把它把鸭油剔下来 练成远油 等到要吃烙饼的时候呢 把这个鸭油拿出来 烙葱花饼 你看跟我说的一样 烙饼 看来都 我们都喜欢吃啊 尤其是这个鸭油 这个 它加热 然后酱油 滴上几滴 它那个有一种特别的 你知道吧 一个月能吃几回 就是一个月吃个一回两回 现在老伴也不让吃了 说这个 吃油多了不好 好 那就树伟兄 您这口香糖 我是实在理解不了 是怎么回事 我呀 大小生在北京 咱们老北京的两样 这个小吃 一个炒干 一个炉煮 这个 是我们最得意的 炉煮 一个礼拜得吃一回 这个炉煮 还真是 原先一个礼拜吃一回 但是炒干 原来是每天早起 必须得来一碗 我就问您 跟这口香糖 是怎么个关系 不是 您看 吃这两样 我跟您说 这灵魂是什么 蒜 得搁蒜 大量的蒜 知道吗 对啊 那我吃完了以后 好家伙 我不嚼点口香糖 更在这呢 不得不在这 好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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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烧肉 红烧肉 鸭油 炉煮 好家伙 您就听吧 凡是那个又肥又腻的 都是好吃的 对 但是大家 肯定知道了 这种饮食习惯 或者是生活习惯 高脂肪 高蛋白 对 高热量 这个跟前列腺癌 有关系吗 有关系 你看哈 红烧肉 然后炉煮 或者鸭油 这里边啊 动物脂肪含量 都特别高 对 研究证实呢 动物脂肪和前列腺癌 发病率 有确切的关系 长期的高动物脂肪饮食 确实是前列腺癌 发病了一个高危因素 这研究证实了 那如果 我不知道这个话题 合适不合适 比如说 像西方有些关系 像欧洲 他们的这个 脂肪的摄入量 比我们的传统饮食要高 那是不是说 他们的发病率 确实是 主持人 这个问题特别好 如果说 我们说一个研究证实 高动物脂肪饮食 和这个前列腺癌有关系 可能普通的观众 一听很摸不着 是太抽象 是吧 太抽象 反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前列腺癌的发病 它实际上和人种 也有一定关系 比如说 黑人的发病率 要比白人高一些 白人的发病率 要比亚洲 我们黄皮肤的人 发病率要高一些 但是 生活在非洲 这种不发达国家 或地区的黑人 他的发病率并不高 没有白人高 但是当这些黑人 移民到美国以后 长期生活在美国 他适应了美国的 这种生活方式 高知高热的 包括这 对 高饮食结构的改变 在美国 他吃这种汉堡 这种 大牛排 脂肪 高热量 高脂肪 长期这种生活环境下 他的发病率 就突然间就升高了 尤其是他的第二代 第三代移民 所以在美国黑人的 前列腺癌发病率 是第一的 所以他其实 从另外一个侧面 就证明了 饮食结构 或者饮食习惯 对 和我们今天说到 前列腺癌之间 是有直接相关的 有直接成正相关 咱们国家 前列腺癌发病 有这么一个特点 城市高于农村 因为在过去 可能城市生活条件好一点 这种饮食中 动物脂肪要多一些 所以城市高于农村 我们国家在 这个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的时候 咱们的前列腺癌的 发病率是 十万分之三 不到 那很低 是吧 很低 然后呢 随着我们的经济条件 好转了 这个物质文明提高了 然后发病率 发病率也上来了 到现在你看是多少 是十万分之十了 十万分之十 三倍 对 三倍 发了三倍 可能它这是一个平均值 对 不同地区啊 可能都三到五倍 那今天实际上 还有差异 我们全国的 这种平均值 是十万分之十 但是北京 上海 广州 这三个城市呢 它是十万分之二十 或者更高 更翻倍 又翻倍 这和这个饮食的结构 有直接关系 就老百姓讲话 这是个富贵病 是吧 是个富贵病 高脂 高糖 对 高蛋白 高热量 不爱运动 这很好家伙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 杜主任来到节目当中 呼吁大家 关注前列腺癌 男性朋友 尤其是年龄 超过五十岁 体重比较大 比较爱吃肉 再加上您可能 会有这个家族遗传的 朋友们 千万千万 要去做这个检查了 确实 什么检查 还记得吗 今天来 咱们复习一下 这什么检查 PSA的检查 PSA的一个指标的检查 那另外我想问您 就是您刚才 其实也在强调说 PSA它这个指标 出来以后 那么到了您这儿去 确诊 还需要做什么检查 那么到了您这儿去 确诊 还需要做什么检查 它是有一个流程 如果我们发现 PSA增高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 良性病变 是吧 比如说有没有前列腺炎 是吧 有没有这种 前列腺增生 包括您刚才说 这个直肠 直肢 直肢 直肩的时候有刺激 比如说我们怀疑 肠道有问题 会到这个节肢肠外科 做一个直肠指诊 对 或者说做肠镜 然后挤压到前列腺 也会导致这种 PSA的异常升高 那排除了这些 良性病变之外呢 那我们呢 要高度怀疑 它有没有前列腺癌 的可能性了 接下来呢 我们会做 比如说直肠指诊 我们摸摸前列腺呀 直肠超生啊 甚至做核磁 然后包括现在 比较先进的 PED CT 当我们所有这些 影像学检查 高度怀疑是前列腺癌 的时候 我们最后要做一个 经标准的检查 就是前列腺穿刺 取样 然后证实它是不是癌 那前列腺癌穿刺 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 有创的检查呢 我们呢 要放到最后 为什么呢 就是避免 不必要地 给患者带来过多的伤害 是吧 我们把高度怀疑 前列腺癌的患者 才实施前列腺癌穿刺 所以到最终的确诊 其实还是有一个连贯的 对 这时候要专业门诊 他有一个流程去走 所以其实还是提醒大家 老年 中老年 男性朋友 一定要 要重视这个问题 尽早地去做这个 PSA的一个数值的检查 对 PSA 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 跟我们一直伴随 录节目嘉宾 那欧阳先生呢 您能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确诊之后呢 您的一个大概的 治疗的情况吗 我这个从发病 就是说一直就没有什么感觉 确诊之后 完了跟杜主任商量 最后决定了 做机器人手术 几年了 17年中旬开始吧 一直到现在 什么样的患者 适合做这个手术 当肿瘤局限在前列腺内 没有长出去 这时候就是他 我们可以通过手术 把肿瘤完全清除体外 是吧 通过这种外科手段 能够治愈的患者 我们做手术 那这样度上 我们把刚才那道具拿上来 咱们来看一看 您这个手术 给欧阳先生做的这个手术 是把哪儿切了呢 这是紫色的是这个前列腺 前列腺 我们说那栗子嘛 完整地切除 把整个这栗子全切了 同时把这个精囊腺也切除 为什么要把精囊腺切除呢 因为没有了这个前列腺 精囊腺也就失去了 它存在的意义 它也没有作用了 那我们通过精囊腺 它实际上是一个解剖的界限 我们找到这个精囊腺 很容易找到 顺度精囊腺往前切 就是前列腺 完了以后 把这个整个完整切除 切除了以后 再把尿道和膀胱吻合起来 把尿道的连续性给恢复 这样的话 它的排尿不受影响 那欧阳先生 这个机器人手术 我想大家听着很陌生 怎么现在我们 医生都不做手术了吗 操作机器人吗 是这样的 前列腺癌的手术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传统的开放手术 就开大刀 开一个20厘米 30厘米的口子 对啊 您不是刚才说 它长的那位置 你很隐蔽吗 很隐蔽 所以口子小了 看不到 它在盆腔的最底部 后来就有这种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有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微创手术 这是手术的 普通的微创手术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 左边的这个图像 是我这个 我直接操作器械 然后这个做手术 这是普通的微创手术 另外一侧呢 是机器人手术 是我坐在那个地方 操作一个手柄 也就是操作机器人 操作机械手 对 也是我坐 只不过是通过这个机械臂 机器人辅助下 它的变化在哪了 它的变化有两个特点 第一呢 就是机器人的这种 辅助下的微创手术呢 它视野是三维的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知道三维立体的 真实感很强 看得更清楚 更清楚 更明白 普通的辅将镜 是一个二维的特性 二维的 对 它这个掌握起来 比较复杂 它的动作的灵活性 也没有机器人 这种灵活性高 那这个根治的 这个手术做完之后的 术后的这个预期呢 它的预期是这样 如果说 我们做完手术完以后 会把这个前列腺 拿到病理科去做个化验 会出一份病理报告 如果这个病理报告 显示肿瘤 就是在前列腺里边 没有扩散到外边 它的 我们可以叫十年生存期 可以在十年以上 没有问题 那就是说 治愈率非常高 病床治愈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欧阳先生 现在的这个报告怎么样 您跟我们解读一下 我们可以看出 欧阳先生 他现在的这种 病理报告呢 是小于0.003的 那就几乎没有 对 我们医院的这种 PSA的检测 最低能测到0.003 所以小于0.003 就是测不到 没有 没有 那是非常好的 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得问问欧阳先生 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身体感觉挺好的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 医生跟您讲 大概多长时间 还要去复查呢 现在基本上是 半年去一次了 半年去一次 好 谢谢 余老师 您这个 大概治疗是什么情况 我说确诊以后 我就去北京了 杜鹏医生给我量身 打造了一套治疗方案 首先呢 就是做了放疗 看那个图是您当时 15年时候拍的 那个图就是第一次 15年第一次做放疗 相当紧张 也不知道什么叫放疗 所以就特别精神紧张 差一点崩溃了 他那个时间带给我 安排到晚上11点 我就特紧张 可能是重病号吧 都是深夜这个放疗啊 对 我看反正 结果进去以后吧 眼神里边 有一种那个恐惧的感觉 很忧伤的感觉 又伤 结果进了放疗室 几分钟说 结束了 也不疼 也不痒 从第二次再去 就青蛇熟道了 就放心了 当时怎么还 专门要拍一张 这个照片是谁给拍的 留个纪念啊 恐惧也有他的美丽嘛 就是你看你 第一张照片里边 头发也特别好 特别有艺术家的发 您现在这个头发 也特别浓密 对 就是很多人说 做放化疗 这个不是要掉头发 我刚才想问你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对 对 第一次放疗 怎么回来行走嘛 也没掉头发 最后一天 我要去北京的时候 手一动头发 哇 掉下一缕一缕来 我想哎呦 这真的掉 开始掉头发了 然后到北京 我去找一摊 刮了 我还问师傅 我说师傅 我说师傅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 把长发也刮掉 那北京师傅特幽默 我说你打哪来啊 我说我打那个 北京师傅那个方向来 那行来 我明白了 你也不用说了 为什么刮光头 余老师是发现的时候 就全身骨转移了 全身骨转移呢 这时候我们就不再做手术 为什么呢 即使我们做手术 把前列腺给摘除了 但是它骨转移的病灶 还继续存在 这些病灶还继续长 所以做手术 对它的意义不大 我们就给它采用内分泌治疗 内分泌治疗 它其实是把睾丸 产生睾酮的这种途径 给它去掉 把雄性激素给它打掉以后 这个前列腺癌细胞的发生 发展会减慢 或者停止下来 同时加上这种放疗和化疗 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但是不采用手术治疗 我们来看看余老师的 那个最近一次体检的情况怎么样 余老师的最近一次体检报告 结果也是非常好 它是0.085 比这个欧阳老师的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 但是呢 比您说那四的临界值就很远了 对对对 没错 几百倍 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实际上余老师的治疗效果 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 怎么理解 因为当时余老师 他有几个高危的因素 我们在诊断前列腺癌以后 会给他做一个归类 他是低危的 中危的 或者高危的 余老师 首先PSA大100 这是一个高危因素 第二个股转移 这是一个高危因素 第三 他的那个前列腺癌细胞的 这种恶性度比较高 他三个高危因素 加一块 所以按常规的理解 内分泌治疗 一般是在一年左右 就会失效 就会出现抵抗 而余老师 今天到第五个年头了 依然效果非常好 余老师 怎么样 您跟我们讲讲 现在的生活 我看您反正乐呵呵的 这个精神头特别好 从北京治疗完 结束以后 以后我回到新岛来 主要是心态和精神 每天看看书 听听音乐 也没特别注重什么 保健品 这些东西 就是正常吃饭 但是我们现在看 余老师 这个整个状态也非常好 所以希望您 要有信心 然后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一定会越来越好 加油啊 加油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加油 我希望您不断地给我们好消息 好 那个树伟兄 咱们俩老爷子 这个怎么样 现在 出路院以后到现在 这个 基本上半年多了 身体状况非常棒 现在检查的这个指标 好多比我还强的 然后呢 而且呢 是什么呀 他这个 听了这个大夫的话 回家以后 在饮食结构上 大有改变 基本上就都是 清淡饮食了 不像原来似的 爱吃红烧肉了 而且呢 他的这个什么呀 身体素质啊 很好 因为年轻时候啊 就一直是当兵 所以呢这个 可能恢复的 也非常好 到现在精神状态 也特别好 太好了 我们希望老爷子呢 身体硬硬朗朗 健健康康 加油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各位 能够有这样的笑容 能够有这样的心态 跟我们医生的这个 努力是分不开 一个是解决了 患者的这个病痛 一个是给他们 带来了希望 尤其刚才我看到 那个于老师 感觉很乐观 但其实你很难想象 他经历放来化掉 其实内心是很痛苦 很恐惧的 对 你怎么跟他沟通呢 潜力腺癌呢 他可能和别的肿瘤 还不太一样 比如说他和胃癌啊 和胰腺癌这些肿瘤 比较起来呢 他相对来说 发展比较慢 发展比较慢 我经常会给患者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个 三十年前 我们国家的 潜力腺癌患者的 平均寿命 要比咱们国家的 正常人的 平均寿命要高 就是说 患潜力腺癌 是因为 他的这种 有长寿基因 才有可能 到这种年龄 才患潜力腺癌 给希望 当然就是说 主要是 给患者一希望 所以其实我能理解 就是说 心态 尤其在治疗阶段 心态是特别重要 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就是跟他打仗 你只要积极乐观 有必胜的信心 你就能打赢他 没错 所以 余老师 我其实 想问您个问题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您怎么样 会让自己 有这么一个 好的心态呢 肚子人 人特好 三千不说 他的治疗技术 就是说 他的人 的医德 包括他的心理 在一块 常常对每一个病人 有相当 至关的这种 沟通和安慰 使得病人 不感到恐惧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见他当时 一看到他的微笑 我心里就能 特别踏实 谢谢 谢谢余老师 希望您再接再厉 其实我觉得 余老师讲得很对 就是 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任 没错 医患之间 如果信任的话 就是一加一大一二 如果要是 不信任的话 可能这中间 治疗就会走弯 这个就 达不到我们 预想的效果 所以今天 我们跟大家 讲到很重要的话题 首先在节目当中 我们要格外地 感谢我们的 余老师 谢谢欧阳先生 谢谢书伟兄 能够来跟我们 进行这种 云端的录制 非常非常地感谢 你们的勇气 乐观和豁达 也带给了电视机前的患者 更多的勇气和力量 大家一定要去做PSA 这样一个数值的检查 再次感谢杜峰医生的到来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这里是 中央广电视总裁的 健康制度节目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